哎呦 家里就剩一个南瓜了 但是儿子早上说 哎呀儿子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想麻烦吃鞋 拜拜 啊 那就用南瓜做个前鞋 在我眼里 南瓜可全生都是宝 首先这南瓜仔 千万不能扔 洗干净晾干先 那南瓜肉就不用说了 做什么都好吃 这小子每次去烧烤店 都装爱那款南瓜汤 今天我这大备的南瓜 完全可以复刻它 还有这南瓜皮 做好了比肉还好吃呢 备菜完事儿 拿出蒸锅 啊不 这是摩飞的二代多功能锅 你又买锅了 我这爱买锅不买包 你还不偷着乐 用它把南瓜蒸熟 我还可以去忙别的 不用担心干锅 一戳就烂 这是正大胃了 那店里的南瓜汤好喝 是有两点 一是加牛奶 搭成糊锅 倒锅里最小火煮 二是调个糯米粉水 搅匀了到南瓜糊里 这小子爱甜 再加点点糖 南瓜糊特容易黏锅 用摩飞锅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哇 这粘稠度刚刚好 这它想喝就不用去烤肉店了 我们仨一人一碗的话 煮一锅肯定吃不完 那剩下的正好再加两颗蛋 泡打粉奶粉啥的 搅和成一个更稠的糊糊 倒倒烧了油的蛋挞磨力 倒十分嘛 就是南瓜味的马辣糕了 调个真煮剑 这二代可以调节火力 定时和预约呢 哇 好香啊 这个南瓜蒸糕简直 松松软软的像海鸡一样柔软 关键很简单 蒸糕的面糊也剩下了 那再进行个改造 加牛奶酱母啥的 再搅一搅就更粘稠了 盖保鲜膜发酱半小时 再用牛奶糯米粉 炒个糯唧唧的马蜀 搭好把南瓜面排个气 就是松饼糊啦 再换个烤盘烙松饼 扑满盘子焖两分钟 再把焯好的马蜀铺上去 这小子的海苔肉松卷铺一层 再一对折 哇 软糯拉丝的肉松马蜀南瓜厚松饼 这软糊糊的 谁看到都馋 哇 这二代的锅容量很大 正好一盆南瓜皮 可以一锅焯了 这大容量 以后朋友聚会都靠它了 哦 对了 现在点击左载角链接 或者淘宝搜索我的梦想家 就可以盖太痛快了 瓜皮捞出来控水 撒个淀粉 再调个甜妇罗的面浆倒进去 让每根瓜皮都裹上 油温180度就可以下锅炸了 找到金黄捞出来 这还不算完 重点是中秋剩的咸蛋黄 再也不能浪费了不是 这不正好派上用场了 这惊惊惊的脉象 哇 嗖啥啥了 吃起来又脆又粉糯 简直是南瓜皮的天花饭吃法 最后还有南瓜籽 两单子直接扔锅里 喷点油 一勺椒盐 几分钟香味就出来了 炒到上色就可以吃了 哇 餐后零食也有了 这一瓜五吃 南瓜也圆满了 这算什么马上全席啊 今天是南瓜黄金全宴 吃吧 哇 这不就是刷口店那个南瓜粥吗 我早就想喝了 你尝尝味儿对不对 嗯 真真 看了没这些 南瓜全宴 明天我去介绍教你们啊 啊 你教 虽然 但是 干杯 平平淡淡 简单的幸福 不会再有孤独